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场精英组B组的Union Card赛事 交到之前, 我们放了三条影片 分别是公开组的C组、D组和精英组的A组的精英片段 不过, 我们看看Facebook, 有人留言说, 为什么没有士东和我旁述 殉众要求, 我们也会来到旁述 最初的介绍, 当然是我, 技术上方面, 就会交给Stone那边 不如先说两句 大家好, 很久没有听过阿杰的声音 今次我们又出过旁述的, 其实未来我们都不要介意资源有限 大家都知道制作这些片段, 无论在价值上高, 时间上高, 都需要很庞大的资源 我们尽可能, 譬如精英组, 会见到一些比较上有宣传价值 可不可以这么说阿杰 或者有一些有意义, 譬如有些可以分享给大家 看完大家会有些得着的 无论在教洗心得, 或者可能在一些资讯发布的时候 如果我们觉得有那个价值在, 我们都尝试抽时间去录制这些庞述 没错, 因为我们看回之前YouTube那段赛事 其实公开组C组D组 我们字幕方面,Stone那方面 以及工作人士都花了些时间 都会介绍赛道的旗号 方便有些新的车手方面 看看旗号方面, 比赛时更加安全 谈谈赛事方面 现在开始进行两个圈的热身圈 车子不停在左穿右插 最主要是热一下车 而且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都尽快进行赛事 这一圈也是给大家看一圈的热身圈 以及想问回时东方面 热身后开始, 心理准备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对, 看回画面 六期代表可以起步 八架车一起起步 进入T1 起步的时候, 车手可以留意 可以在T14跟随贴一点 起步可以跟随前面的车 跟随贴一点 就不会被前面的车拉开三四个车位 所以, 你知道三四个车位 你要去追回 可能也要两三个圈 你才能追回三四个车位 所以, 最重要是跟随贴一点 再看回赛事 Stone 刚刚提到的那时 Lowell 已经很松荣地过了ALEC 而在窗, 也看到Lowell 也觉得这么过瘾之余 窗又尝试过ALEC 不过暂时未成功 再看回赛事件 Lowell 也不断担心 Gordon 的屁股 咦, 再看回赛事件 ALEC 好像推了窗 但好像不太干净 Stone 有什么意见 其实, 没什么必要 大家都会见到 其实, 未来也是有弯 所以, 选择左态 第一, 好不好看 第二, 毫无必要 因为下一个弯也是有弯 其实, 外线的车手 没有任何好处 基本上, 不会过得到 所以, 大家不要常常被电视节目压了你 很多亚弯而勾勒 是否每次都可以呢 留意一下, 如果这些是右弯 下直是左弯 都或者, 不会得到的 但是, 未必是 外档的车手 亦都留意一下 遇到这些情况 你自己要去盘算 就是说去估计 因为赛车是需要很高分析力的 你要去判断一下 就是说自己有没有 好处 继续走到外线 那就没有必要跟他去 硬碰 当然, 错不在外线的车手 亦都呼吁大家 大家就有些不必要的动作 无谓的动作 就不要做那么多 即是无谓令到自己丢架 你知道这些 即是你们拍摄的那些 很强劲的阵容 拍摄这些就特别快 一定拍到的 来个大特写 都还可以 说到这一句 我们也分享我们现在的工作方面 所以留意各位车手 我们本身幕后 做了很多CAM的事情 对, 先截一截 这里我们又会看到一个 类似的情况 其实这些情况 留意一下 旗号 带回个讯息给大家 如果在旗号 我们可以给一支黑白旗 警告那位车手 一些不君子的行为 其实大家来玩 我们都不会在执法上 都很严厉 但是有些车手 或者朋友跟我相处 就会知道 我们一是不做事 一做事就很严厉 例如我们来 都会有一些措施 已经做了 其实也不会影响到 所有的车手 有些问题 所以这里也呼吁 大家 駕駛得聪明 即是赛车是需要 靠个思考 是一个很科学化 很数据化的运动 其实可以自己去想到 就是说 没有必要的动作 其实是不应该去做的 因为 卫星线 只有一条 你在适当的时候 Turning Point 你需要去领态 其他时间去领态 其实你那个 捐速 你都会下降了 所以 大家去进步的时候 我想最主要都是 还原几本东西 我们看一条卫星线 駕駛得好吗 你才好去想 如何再駕快些 或者如何去过车 就不是乱按去过车 Stone 说得非常之好 因为其实 我们刚刚说回我之前所说的 我们背后 工作人员 其实 在Track 里 我们都花了功夫 去认识镜头 目求 其实想给大家 看看自己 駕成点 还有 有些地方需要改善 根据这条影片 就可以看回 好了 这里有个意外话杰 T1 出了一支 王旗 其实刚才那个动作 就 没什么 因为T1 内档的车手 已经吃了位 但T1 的位置比较窄 也是 外线的车手 自己注意 适当的时候 你需要去收一收 因为你是 摄底了 就说 在这里 就不应该停下 这些车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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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当是一个协议 打回手势 就是欣赏的 但是 受影响的车手 不是他 第二 其实也没有 这些必要 不需要 在车上停下 和别人打招呼 有机会 你会影响到后面的车手 留意这些动作 小心点 去处理 但好像刚刚看完画面 其实工作人员方面 是否可以帮助车手 因为 那一条也是 始终的 对 现在工作人员 在一旁 不要妨礙赛事 进行 以及 再看赛事方面 接下来 到了第十二个圈 而再看后面 阿昌 和哥顿 虽然刚刚 哥顿被 HIGH 但问题上 看到他们两个 香港车手 都开得很好 如果不看画面 以为他们两个在斗 一二 对 这个值得一赞 因为两个都是受影响的车手 在两个不同的意外 亦都在两个不同的路段 发生一个意外 在后面 一直追上来 这两位车手 没有本屁的心态 仍然有一个很好的驾驶态度 继续去斗 像你所说 不知 以为他们在 跑一二 在斗 很迫 而且 你会看到他们 两个是 没有什么 多余的 动作 即是他们 可以这样说 是挺干净 也挺激烈 对 我刚刚看到也非常好看 看看画面 车手方面 有一个是 Daniel 10 如果车车不能穿 应该提早起床 在安全位置 不要常常坐在这里 会令车手比较安全 这件事 有什么意见? 是的 其实他这么久都不能穿 现在你看到他起床 这个动作 可以早一点做 因为影响不大 先看这边 哥盾想过枪 但还未过得到 进入T1 也差不多到尾尾 第十四个圈 看看有没有机会 可以过得到枪 说回刚才的意外 如果遇到有些 基本固定的车 坏了 就不应该坐在车上 好像现在 站在跑道旁 车胎里 第一保障自己 第二 也保障牆里的工作人员 或者其他车手 以为这边 哥盾就过了枪 出回T6 以为阿枪又过了 哥盾 好看 这段 赛事方面已经完结了 当然 老外那边 基本上由头到尾 但 The Film 和 LatLat 都比较激烈 赛事方面已经完成了 提醒大家 接下来 12月15日 仍然都在常评那边 进行赛事 对 本身名额 就已经爆满 还有些后备车手 不过 有些车手在截止报名 日期前 都还未付到 所以 其实我们现在 仍然有一些空位 若网 我都要点一下 应该有六个位 如果有兴趣 报名的朋友 或者有些后备车手 可以尽快联络回报名 机构去报名 我们接下来 12月15日再见 拜拜